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 大家好 余醫生我們一般人接收到健康資訊 都是說我們每天應該是定時定後 吃那三餐才是健康之道 其實這個說法是否正確呢 相信大多數人 一般收到的所謂健康飲食方法 很強調 即是要定時飲食 一天吃三餐 不要缺少 有時說早餐很重要 即是有一種不同的方法 但很明顯 一般人接收的訊息 都是說一天要吃三餐 要定時飲食 不要 skip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些資料 相信很多人都時不時有朋友送一些資料給他們 其中有一個資料就說 題目是這樣 六十幾歲的人 三十歲的面孔 一天只吃一頓飯 一頓飯的健康期遮 這個是標題 如果大家有機會接得到 可能都會看到 接著一幅相 就講一個日本醫生 樣子就好像明星李健 你看他的樣子 你猜不猜到幾大人幾下 這位醫生叫做南雲吉澤 是一個日本醫生 是一個日本的名醫 他今次是六十三歲 看圖真的不太相似 你看圖真的很年輕 他有三十歲的樣子 當然那些圖沒有收拾過 沒有抵押過 根源其實是六十三歲 體重只有六十二公斤 而且他的血管 年齡只有二十六歲 而骨質的年齡只有二十八歲 而腦的年齡只有三十八歲 在他們做過這樣的檢查 發現他的生理狀態很年輕 原來這位日本名醫 他說他以前不是這樣的 他在六十五歲之前 四十五歲 四十五歲 四十五歲之前 他因為長期行醫的工作壓力 暴飲暴食 最肥的時候 體重超過七十七公斤 整個人是臉腫的 還有出現心律不規則和便秘 比實際年齡還更老 他的照片 大家要接收到 真的差很遠 還有 他說他有家族性的 新機感染病歷史 在四十五歲的時候 他的決心 就要開始改變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首先就是 脫掉那些生活 導致人體老化的原因 有哪幾項呢 第一 先戒了四十五歲 第一 戒煙 日本人很多都傾向吃煙 吃煙是比較多 中國大陸也是 幸好香港 這次施政報告 你有看到 就是禁止電子煙 其實都不太好 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的新意見 這個也是挺好的 他還有會建一間中醫院 這也非常好的 好了 他第一次要戒煙 他戒了很多年的香煙 即是他吃了很多年的 他自己的問題 是他一天吃煙的 不接近吃煙的人 不會去那些 不禁煙的那些 兔頭不去的 就是兔頭不去的 就是自己戒了之餘 還要避免去吸收那些 二手三手煙 可能有些人聞到煙味 可能有心思思 當然是 想吸煙回 第一 第二 他盡量不開車 他盡量暴行 或者乘坐丁丁 坐在電車 他就算在電車上有位置 他也不坐 上樓梯 盡量爬樓梯 不會坐在電梯 他有些研究 他說當人體患餓的時候 心的血管裏面 20%的血液流量會減弱 你經常這樣 坐定定 睡定定 其實血液是動得慢的 但是如果能夠暴行 人鍛鍊小腿肌肉 就會延遲腿部的老化 香港的好處就是 香港是很多人需要經常走路 因為香港不像外國這樣 需要駕駛 你不駕駛就什麼都去不了 但是香港駕駛是不方便的 很多時候 都要坐公共汽車 所以走得更多 所以我們發現 香港人的鞋子真的會穿難 好 還有 香港有些樓梯 他說儘量 就算上車也好 儘量有位置都不坐 這個是很緊的 因為最近很多資料都這樣說 我們經常 大部分人是坐得太多 不要說睡得太多 坐得太多也不好 所以他儘量是想辦法站 現在最近 我發現 我跟兒子去買那些傢俬 他發現原來現在有些桌子 是讓你站在那裡用的 可以升高的 升高的 也是的 有些人 一天八小時坐在那裡 所以他買那張桌子 是可以升高升低的 有些時候 就算你要在案頭做事的時候 都不一定要坐在那裡 整個身體 可以站起來 伸展一下 但又不 可能有些人就說 趕工了 怎麼還有時間 動來動去 但原來這些可以用其他的工具幫助 因為我們發現 坐在那裡的時候 腰椎的壓力 是最大的 最大的 是比站在那裡 一般人都不會這麼想 沒有理由的 應該站在那裡多些 當然躺在那裡就少些 肯定 但坐和站之間 坐在那裡 腰椎壓力是大些 尤其當你向前彎身去做 更加的 所以現在有些新的傢俬 那些寫字桌 原來是可以升高的 不過又引申了一個問題 都是可能要適量的 否則會不會導致 有靜脈曲張的問題 如果站得太多 即是現在這個傢俬出現 因為問題是 一人坐得太多 那不是叫你 八個小時都要站 所以總之 你是有機會 一般人上公司 坐在寫字桌 按照工作 沒有選擇 一定坐的 一般桌都不是那麼高的 所以大部份人 上公都是坐在椅子裡 導致坐太久了 所以現在這個設計 就讓你有機會可以站一下 當然不是需要你站 即是說 如果在home office那些人 家庭工作那些人 應該選擇可以自己調校高度的桌子 如果我們坐在辦公室那些 就像這位醫生 出外的時候 就盡量走一下樓梯 上車的時候 盡量站下 不要坐那麼多 其實很多公司 我見過這些資料 很多都是設計公司 他們已經開始站在這裏做 嗯 是 是 很可能是這樣的 他設計的桌面很大 因為他的圖織真的很多 是 坐在那裡 其實反而不是那麼方便 是 看不到 很多的職樓設計的人 其實公司已經是高的桌子 不知道是不是升高升低 總之是高的桌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 總之我們盡量都要跟這個醫生說 就說我們走路 站下的時候 就鍛鍊多些我們小腿的肌肉 來延護腿部的腦化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而且記住 血的循環 你走路呢 才可以推動血的循環 是 經常坐在那裡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好 那第三 他自己做了什麼 他介了零食 嗯 很多人喜歡吃點甜品 喝點咖啡 吃很多糖分高的甜品 是 當然很多喝咖啡 一般都會加點糖的 嗯 好了 糖的攝取多了 就會刺激胰肚素 大量分泌 胰肚素一出現身體的細胞 就會將它們 即是它們成為脂肪 做出內臟 嗯 即是說 你不要給那麼多機會 刺激身體的胰肚素 在血液裡面 嗯 因為經常刺激胰肚素呢 胰肚素的功能呢 就是怎樣呢 是將你的糖分 變成脂肪 脂肪 所以呢 是 而肚素的功能呢 就將你身體血液的糖分 減少一點 嗯 那去哪裡呢 將它成為脂肪 這樣收起來 明白 所以要減肥呢 記住呢 就不是減脂肪 是減糖分 糖分 甜品 甜粉質 嗯 好了 好 那它做到一件事 那最後呢 它就是鑑腋 嗯 它以前呢 就很喜歡大魚爛肉的 大普人也有 尤其是日本 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那它呢 就開始呢 就開始代替了它 用一些味噌 豆腐 有啊 蠟豆 就是蠟豆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是 那我發現呢 香港其實超市都有的 有有有 一盒盒這樣 那我很久之前呢 就曾經在 就遇到一幫台灣的那些中醫 那原來呢 因為台灣被日本統治過五十年 原來台灣人呢 很多家庭呢 都有吃 有製造蠟豆 是 其實是黃豆來的 不過之後呢 就是咬它 咬它發酵 是 那它都有這些這樣的 就是它記得它家裡呢 都曾經有這樣的習慣 自己製蠟豆 那當然 黃豆很便宜 是不是 便宜過你外面去超市一下 但是你記得 香港也有很多一些 香港有時候可能 那些氣候環境 就未必可以自己家庭做到 但是如果外面有得製成 那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可以用蠟豆的 製作品代替 可以嗎 那也有 我們陸葬健康店 一直都有這些工具 是 因為有些人是不喜歡吃蠟豆的 是呀 那種味道 是呀 好像怎樣說呢 很難形容 沒錯 他們一看到一些黏黏的 好像 像山獸那些 沒錯 他們都不喜歡吃 所以 變成我們都有一些 叫做Natal Kinase 是 是 是 因為它是通血管的 是 是 一種食物的方法通血管的 當然蛋白質很豐富 經過發酵 那 飲食方面 儘量用蔬菜 雜糧 還有水果 還有呢 這樣吃法 它會慢慢消除 營機增長 而導致的 環固性的便秘 看臭 口臭 腳臭 那些毛病 即是它發現 戒肉在這方面 是 當然 這位醫生 除了自己戒肉 之後 還有一件事 提倡 一日一餐的飲食方法 好了 有理由說 為什麼呢 我們一向聽都不是一日餐 一向所有營養師 所有醫生 一般醫生 都是叫你 一天吃三餐 甚至乎 有時候 都是說要少吃多餐 可能吃到五六七餐 都有的 是啊 好了 但是呢 原來呢 原來 事實上呢 是沒有科學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是 只不過我們近年 一百年來的人類 食物豐富了 是 OK 就開始提出這種 飲食方法 人類呢 過去呢 進化裡面 很多 蔓延都不是這樣飲食的 大部分呢 是有一點點飢餓的 好了 原來我們發現 這是近代醫學的資訊 客人發現呢 他說呢 太多 吃得太多 和太飽 是慢病的源頭來的 健康的大敵來的 哦 在這個飽食的時間裏面呢 三餐定時的定量的營養呢 已經不符合健康的需要了 餓了才吃 才是順應身體需要吃喝 這個才是正常的道理 那就是說呢 過去人類呢 都是餓的 是最近一百年才有的 所以呢 這樣的飲食方法呢 其實我們身體呢 其實是未適應的 還有原來有新的資料發現呢 是 當肚子餓到鼓鼓聲的時候呢 身體會產生一種 有助健康長壽的 生命力基因 一種新的基因 出現了 發現了 這種基因呢 只是飢餓和寒冷的狀態呢 才能夠發揮作用的 例如癌症啊 心臟病啊 腦中風啊 糖尿病呢 這四大疾病呢 都是飲食過量 導致肥胖 和營養不均衡的飲食習慣 造成的病 記住 癌症 心臟病 中風 糖尿病 這是一般的大大病 文明都是最常患的病 就是很普遍的病 其實真正的原因呢 都是我們吃東西吃得太多 是啊 又似是 吃得多得來 其實營養都不是最適合的那些 我們吃很多澱粉質的 吃很多糖分的 所以營養方面 其實都不是最好的 不是根本的飲食方法 好了 那除了我們之外 我怎知道呢 原來我做過很多研究的 包括很多動物的實驗 發現呢 如果你減少40%的飲料 動物的壽命 可以延長1.5倍 哇 你試試看 在說動物 動物 可以延長1.5倍 好了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人類 現在香港人已經80多歲 是 那1.5倍呢 120歲 120歲 嗯 快可以拿到聖經所講 這次我們所教你的方法 其實真的可以超過100歲 不要太多了 是 你也超過100歲 還有 令到你的毛髮 生長得更加好 外表呢 看起來呢 比吃得太飽而輕很多 現在香港人出現問題 嗯 頭髮呢 脫掉很多 是 很多人呢 頭髮呢 都是白得很快 對 而且比較年輕就已經開始了 很多這些問題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原來呢 吃得少呢 吃得太少一點的人呢 就外馬都會好些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的選擇的健康店 真正的動物裏面做的 不同國內的健康食品 所以保持健康 還有個人用品 健康產品 避免吃得太飽 一是你健康舒適等等 嗯 那大家那些人喜歡去吃補菲 哈哈哈哈 網站生物魚多 對呀 等我一天只吃一餐泡飽 就得了 這樣太飽了 哈哈 哈哈 好啦 好啦 那這位醫生提倡這個呢 其實有科學根據的 是 他原來呢 第一 一天一餐的健康飲食法呢 就可以第一 活化細胞 那個修復身體受損的部分 第二 養成呢 是容易受的體質 維持個人最適當的體重 第三 當然是啟動體內抗腦 最重要 是身體體內抗衰腦的生命力基因 令到皮膚呢 是逐漸灰鴻而輕化 嗯 我最近呢 也有認識一些朋友呢 他們呢 就是用一些 就是用那個果食法的 是是是 那當然了 果食法呢 就是很多人都在中醫角度 帶著寒涼 是不是 會相皮胃 是是是 但是呢 我觀察到呢 我這位朋友呢 他做了果食之後呢 發現他那個皮膚真是 漂亮了 白色 白色 所以這個呢 是很明顯 但是如果根據 根據這位醫生 日本醫生這樣說 但是果食 是不是都是要選擇 一些適合的生果 因為有些生果 那個糖分都很高 在他的個案子來說呢 他就沒有提倡果食 嗯 我覺得果食是很少很需要人的 就是都有很多中醫都提出過那個問題的 嗯 但是就是他這麼簡單呢 他說呢 他說呢 他不需要 不是那麼辛苦的 不是那麼嚴格的 他說連續做52日 這樣 就令到身體那個細胞 那個損傷 身體的又從內 就換完一生了 為什麼呢 身體需要時間換的 是需要 那他需要呢 那他需要呢 52日 嗯 因為很多細胞是會 會死了 是 是 死了更生的 就是生存代謝的那個時間 是 那他就做52日了 是吧 就是 一個半月左右 是吧 不是那麼困難的 那好了 那應該要怎樣做法呢 那他 那他 那這件事呢 那我經常說 其實這個才是有 就是有科學根據的 是 就是這樣一天一餐的 那他大家知道呢 過去呢 漫長的十幾萬年的進化過程呢 人類呢 是一直是處於是 肌外狀態之下的生存的 嗯 身體呢 有大部分 都是能夠在 少量的食物裏面呢 呢 盡量吸收營養的能力 嗯 就是你食物少 那你就要盡量去 盡量去吃 吸收它 那 那食物呢 能夠有效地呢 變成豬方來儲存的 那當你胸肚的時候呢 記住 體內有一種生命力的基因 就會開始運作了 那就是說呢 生命力的基因呢 是在我們餓的狀態 才能夠啟動到的 所以這個是關鍵的原因來的 那他說呢 那些基因一出現的時候呢 餓的狀態呢 這樣出現呢 就會掃描身體裏面的 五十兆億的細胞 嗯 維修破壞了 和受損的細胞 那當這種基因活化呢 就能夠令我們人類呢 帶來長壽和健康 嗯 那個重心呢 就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身體呢 有這種的長壽基因 長壽基因呢 在我們的身體 在肌餓的微餓的狀態呢 它就先會活化了它 嗯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我們一日吃三餐 這些飽化呢 其實只不過是近來一百年的事 是 其實人類的身體呢 可以這樣說呢 還未能夠適應 每日飽食的狀態 每日都吃到飽的 其實人類呢 十幾萬年來的都不是這樣的 這是我們近代的人 所以呢 看到了 這樣的飲食方法呢 一日三餐飲食方法呢 出現了很多相關的疾病 譬如那個血糖 糖尿 新疹代謝症候群 三高 五高 現在五高 高高血糖 高血脂 高膽默醇 高尿酸 高血脂 高血脂 那些這樣的東西 這些新疹代謝病呢 差不多都經常見到 還有 他說其實近視都是因為這個環境的關係 他就看到了 現在幾多人近視 很多小朋友近視 是不是說我們經常近看東西呢 原來呢 我們這種一日三餐的習慣呢 亦都是導致我們近視的原因來的 嗯 好了 那具體怎麼說呢 這個醫生說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的 一日一餐的健康飲食方法呢 他說當然呢 每日只吃一餐 吃就是一湯一菜為主的 但是記住 如果你中間覺得餓呢 可以吃一些補充的水果啊 點心啊這樣 不是說呢 一日吃一餐 每日都不准吃 就是你吃呢 就是不要吃到平時那些 整餐 就是不需要一定 好像就是說 好像跟回傳統的 或者我們接收到的資訊 就是說 一日要三餐啊 定時定後啊 每一餐都要 又要幾多的肉 幾多的菜 幾多的飯 那些東西這樣 就是 一日一餐就 一菜一湯 很簡單的 好啦 我們平時的人呢 就是這樣 一日飽三次 飽三次 飽三次 他現在呢 就說呢 吃一次也好 都不是要吃到過份 是的 那量是怎樣呢 一菜一湯呢 都要拿些細一點的碗碟 細一點的菜 那餐盒來裝 是是 很簡單 用些十元仔的餐具 用咖啡杯啊 拿些碟呢 是裝的那些菜 其實呢 就是不用說什麼計算 就是以前我們都 我們都有人呢 會計算的 其實不用的 是不太實用的 是沒有這樣的需要的了 總之呢 吃東西吃得少啦 盡量呢 就不要吃得 就是不要吃到自己 覺得很飽製就可以了 吃到七分飽 八分飽就夠了 那湯類呢 當然呢 就是食物裡面呢 盡量吃一些 營養豐富一些 不要吃白糖白鹽啊 白鹽飯這些 那些精英食物啦 盡量吃一些完整食物 盡量呢 盡量呢 充分呢 是吸水呢 是完整的營養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食物的 基本的 那 譬如什麼呢 就是 吃水果啦 連皮都吃啦 那當然呢 現在最近都知道啦 現在大部分水果呢 都浸過很多農藥的 很多防腐劑的 那變成有時候呢 都要 沒有辦法了 因為這個 另外一個問題呢 會變成我們吃的 當然呢 如果能夠買到一些 有機的水果啦 有機的水果啦 那你知道呢 是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浸農藥啊 那做過呢 那些防護劑啦 或者在我們 陸創意健康店 已經二十幾年來 我們都有出售 那些清洗農藥啊 那些清潔劑的 那些清潔劑的 那些天然的 就剔除了那些有害的農藥 那些問題 那吃東西呢 當然啦 蔬菜呢 就是盡量吃皮 吃連皮啦 很多時候呢 你叫它吃橙呢 我很喜歡的時候 就剝掉那些皮啦 嗯 但其實最有用的東西呢 就是白色那些橙皮 是的 不是黃色的 黃色是染色的 其實白色很重要 是的 所以真真正正的 吃的方法呢 其實呢 就批了那些黃色那些 就是面頭那些橙色那些 橙色那些 是的 橙色那些 但是裡面白色那些 其實最有用的 要保留白色那部分 那一起來吃的 所有的都是啦 皮啊 筋啊 葉啊 嗯 譬如我們經常說 那個苦瓜 苦瓜是可以 降血糖的 是的 降血壓的 但是呢 其實苦瓜葉呢 是總格有效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吃的時候呢 那個葉就不吃的 因為葉是最有營養的部分 所以有機會呢 即是如果有機會 可以買到整棵 連苦瓜葉的 就應該連葉都煮過來吃 沒錯 葉反而是最有效的 好了 那很多人呢 吃魚啦 由頭吃到尾 連皮啊 帶骨都吃的 那這個 有些人很懂吃的 就是這樣的 專門就是整個 整條魚 骨的 絕絕絕 其實呢 還有那些 黏在那些骨那裡 那些軟組織啊 那些筋那些 那些皮的脂肪呢 那些最有營養的 我喜歡吃那些的 不是只吃那些白色的肉 是啊 那所以因為呢 蔬菜啊 水果皮裡面呢 都含有一種叫做多粉的 polyphenol那些 那些抗氧化的物質來的 那魚皮裡面呢 也都很多一些 EPA啊 DHA啊 大家經常都看過 都講一下 這些這樣的脂肪酸啊 那谷呢 谷呢 谷米食全粒啦 比如糙米啊 五谷米啊 嗯 那現在有些講究一點 好像健康一點 有些呢 是稍微發酵一點點的 是是是 那你發現呢 在發酵過程裡面呢 就是有個杯牙 發牙 那些營養呢 是增加很多的 嗯 那這個要做啦 那還有一樣呢 就是早睡早起啦 嗯 那因為我經常發現呢 在晚上十點到兩點鐘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時候呢 是身體的肝經運行的時候呢 那時候是休息很重要的 嗯 所以經常都要有人呢 就是早點睡覺啦 就是早期是說十點鐘啦 是 就是不是說八點鐘 嗯 小朋友八點鐘又趕上床 十點鐘啦 那總之十點到兩點的時候呢 如果是休息狀態呢 對身體呢 那個那個康復呢 是會好的 為什麼呢 在這段時間的屬水呢 身體分泌另一種叫做 反腦環圖的激素 嗯 哈哈 就是這種成長激素啦 是 那有瘦身 美膚的機能的 嗯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是 這些養生的 這些養生的資道呢 其實是有真正有科學的根據 是 OK 那當然呢 如果你是覺得好餓呢 可以吃一兩份的全麥 就是兩塊的全麥餅乾 或者Nux 堅果 或者葡萄乾 就是很多雜糧 那還有一個雜糧呢 就是那個 那個杞子 嗯 乾杞子 其實很好的 好的地方你都買得到的 是 那個 那個杏仁 尤其是苦杏仁 更加有防難活用 是 那有時你不喜歡吃苦的 吃甜都OK 那就是吃苦呢 我通常呢 都教病人呢 就買一個杞子 嗯 杞子甜的 那你吃苦的甜加起來 就味道OK的了 嗯 好了 那如果早上 覺得餓 那盡量可以吃少量的水果 那他就說 那你一天吃一頓 是呀 吃哪餐呢 是吃哪餐呢 那這位 就是這位 男雲醫生呢 他建議他每天呢 就是晚餐 就是吃就吃那個晚餐 是 那因為大家都有經驗的 起碼吃午餐 那些人吃了之後呢 紛紛肉粹 是呀 是呀 經常說白理工心 是呀 是呀 回到公司就黑話黑話 那其實早餐都會的 都會的 但是早餐因為我們早睡了 嗯 所以就沒有感覺 是呀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偷雞的 早餐呢 就是喝杯咖啡 是呀 沒錯 就是提神的 那很明顯呢 他需要 其實都是有些分睡的感覺 是呀 那所以呢 他都發現呢 那些人呢 都會早上喝杯咖啡 那很明顯呢 早餐、午餐 吃得太飽呢 都會想黑眼睡的 OK 那尤其是 如果你工作 有特別的事情要做呀 或者考試的情況之下呢 空肚呢 頭腦的運作 是更加旺盛的 嗯 在古時呢 也有說呢 在古代 那些人在考試之前呢 都教人斷食的 嗯 教人斷食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有血糖的問題 那就不行啦 那你吃一吃斷食呢 可能 那些人就完全沒有力了 我想如果不習慣那些 可能就是考試前 做一個輕食啦 就是不要吃得太飽 這個是合理的 是的 你吃到飽呢 就是黑眼睡的 你怎麼考試呢 那始終呢 都是記住呢 考試那段時間呢 入市場那段時候呢 肚子就不要吃得飽 這個很明顯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吃得飽去到黑眼睡的了 這樣 好啦 那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推荐 要是吃了一餐呢 其實不單是身體健康有好處呢 其實呢 當然呢 也都很省了 吃飯的 吃飯的 就是煮東西的時間 是啊 是啊 起碼煮一條時間的嘛 做事的時間的 那都是要省一點錢的 OK 那當然呢 對一些人不想做運動 又想減肥的人呢 那就是最簡單的了 那其實說回來呢 其實減肥呢 運動對減肥呢 其實那個效果不是那麼高的 嗯 那我也都知道很多人呢 嘩 做運動的量是高到驚人的 但是呢 他能夠減是減得真的很皮膚的 那如果你用卡路列計呢 嘩 減了一塊麵包 那你快要跑 跑回去 是啊 那所以呢 所以很大壓力的 如果用這些傳統的方法去做減肥 那其實最重要呢 是那個身體的新陳代謝 嗯 身體的荷爾蒙 啊 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些健康的基因的荷爾蒙 嗯 這些呢 才是令到你的體重維持得好不好 嗯 就不是卡路列 卡路列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了 嗯 那很簡單呢 他說現在你試一下吧 做堅持做五十二日的而已 嗯 那令到你發現呢 立刻皮膚變得光滑 身形變回瘦了 啊 回復你適當的體重 那麼 腹部緊了 嗯 嗯 那還有頭腦變得輕鬆啦 頭臭消失了啦 是 整個人都會換一身的 是 腹部緊實呢 很多人就會做腹部運動啦 嗯 摔粒啦 是嗎 沒有用的 嗯 在無數的治療法例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腹部前面有一層脂肪呢 你後面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是 沒錯 是看不到的了 那所以呢 你一定要用飲食方法呢 將腹部脂肪是燒了啦 那你個人也是有腹肌的 是 沒可能沒有的 個人也有腹肌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那個 腹部的脂肪不燒呢 什麼運動呢 都是看不到腹肌的了 嗯 好了 那當然啦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可以從一個人的外表啦 就是看到他是不是很健康啦 嗯 嗯 那就是 當然啦 那個人的身體 細胞有活力啦 他們重運得好啦 那他的皮膚當然會有光澤的 嗯 如果身體的內部不健康呢 即不論你用多貴的化妝品啦 怎樣做整容手術呢 其實都是改變不了的 嗯 那人的外表的健康的美麗呢 其實都是反映身體內的健康狀態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因為相對比一般的客人都是吃得少的 還有呢 就是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避的治療了 即是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避的治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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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看到我們俗創的健康店 其實呢 你的樣貌和你真實的年齡呢 其實都真的有個差距的 就是有些病人呢 沒有見到完醫生 一陣子之後回來 為什麼完醫生你還是這麼年輕的呢 那其實你是有什麼秘訣的呢 那其實都是一個自然療法醫生 那自己一定要懂得保養自己 如果作為醫生是周身病的 又短命都死的 這是很不合理的 但我真的見過很多醫生 自己都不懂得處理自己 自己都不懂得保養 那這是一個很失敗的 那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可能也有機會在網上跟大家分享過的 我經常說呢 一天呢 早上那餐呢 起碼你要吃些營養筋底打得好的 那我早上呢 喝杯東西而已 是 其實現在喝半杯而已 嗯 就是用那個芭蕉菇粉 是 一盒 它裡面有個份量的 一盒呢 那其實十幾種營養粉 小麥素啊大麥素啊 這些東西的 那記得是肌體 我叫做 Phytonutrient 植物的營養素 嗯 那我就加了一份 接著呢我就加些油了 那用一些阿麻子油啊 嗯 那再加一些椰子油 是 那接著呢就加些白耳子了 嗯 那以前的人呢 白耳子不是那麼輕 就是那麼多人知道 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是 一人就用一些阿麻子 是 那我就會用白耳子的 因為白耳子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第一它是纖維啦 是 第二呢它是prebiotic 是 就是幫助你的身體 腸裡面呢 是培養一個製造益菌的環境 所以叫做prebiotic的 嗯 那接著呢我就用一些蛋白粉了 嗯 那有時候呢 我就會用乳酸蛋白啦 是 乳酸蛋白啦 有時候呢 那些人呢 我的病人都是即食素啦 那我就用一些vegan 那些穀類的蛋白 是 那這些東西呢 那我就用水 然後用拌相機擺 嗯 那麽撺了之後呢 這樣就整杯很結的 嗯 那放冰箱呢 就結特特的了 就是喝不到的了 那就是要泡到暖水啦 那熱水呢 便灰稀缺 那如果我喝一杯這種東西呢 那一杯這樣的東西呢 就喝一杯這樣的東西 嗯 那麽樣都是一些鹤 那一點油 那些湯匣油 那麼諸如此類 那我呢 就是 那我呢 就是 朝早吃早餐 那這樣的早餐呢 我一直可以做時上班 一直做到下午四五點鐘 我才會出去吃一點點鹹茶 我不是餓 只不過經常在公司困了一天 出去換一換環境 我會出去吃東西 有些人說你哪裏吃 其實有時候我去麥當勞 醫生你都去麥當勞 其實麥當勞也有些比較健康的食物 它有沙律 有Cesar沙律 很便宜的28.5元 你叫我Cesar沙律 通常我會叫綠茶的豆漿 麥咖啡也有的 中杯28.5元 我吃了這東西其實已經可以了 只不過是要休息 消磨時間休息 整個這個 我基本上晚上是晚上才吃東西 如果我回家吃 都是叫家庭做些沙律 有時候他會做些骨湯給我的 骨湯煲在這裡 吃幾天就吃了 通常我會吃骨裡面的筋 還有小小小肉 如果有時候那些沒有 那就做個麵豉湯 我們健康點有些很漂亮的麵豉 加些紫菜 滾水 稍微滾一滾都可以 如果有些豆腐就切些豆腐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我經常都沒有餓的感覺 嗯 我是這樣一個簡單的早餐 就是你又不會說 好像要獎勵自己 哇 吃很飽啊 這樣 我是沒有的 但是當然了 如果我是靜下來 我就可以吃很多東西都可以 就是我會慢慢吃慢慢吃 有些健康點的零食 我家晚上都會吃的 嗯 但是其實呢 我們一般人呢 是不需要吃很多東西的 是 如果你覺得個人不餓得 其實是有血糖的問題的 嗯 明白 有些人一餓就會發瘋 他人虛藥沒有力 其實這個血糖有問題的 嗯 正常的健康的身體呢 其實你所需要吃的東西 是不多的 你是不會經常餓的 還有你記住呢 都盡量不要吃得太飽 因為很多時候香港呢 始終食物這麼豐富 又便宜到死 通常都是 唉 有機會就吃 有機會就吃 現在我養性的習慣呢 盡量讓自己呢 就不要經常飽 讓自己經常經歷到 感覺中 餓那種舒適的狀態 你會發現到的 如果你經常呢 就是有一點點餓 你這個人是輕鬆一點的 你的身體動動是輕鬆一點的 走路是快一點的 還有呢 你的腦筋呢 是不會紛紛肉碎的 這個很容易經驗到的 我們這次呢 和大家呢 是教你一種 其實呢 已經很多人開始講的了 就是呢 我們過去的 一日三餐的飲食方法呢 其實呢 不是最健康的方法 我們反而呢 一日吃一餐 或者是保持輕微餓的狀態呢 其實呢 對我們健康呢 是更加有土大的幫助的 嗯 今天呢 我們根據了這個 日本的雲南醫生的 那個研究的報告 的數據呢 和親身的身體力行 那真是在這個圖片上面 你見到他呢 真是很大的改變 由他四十三歲 至到現在六十幾歲 即是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現在的樣貌 真的比以前更加年輕的 所以呢 我們都可以呢 嘗一下奉行一下這個呢 一夜一餐的健康飲食法 那麼呢 大家收聽完之後 可以由 明天立刻開始 實行這個健康飲食法 一夜一餐 以及呢 就盡量不要讓自己 吃到過飽了 好像袁醫生那樣 輕微有一點點飢餓感 令到那個長壽基因 就活化了去 幫我們修補回 但是剛才也有提及的 如果 朋友經歷了一些 例如說 一餓的時候 可能出現了一些 情緒的急躁 或者是覺得 有一點點不適 手振 那些 就可能和你的血糖有關 首先要處理了那個問題先 處理了 知道問題所在 處理了問題 才再步上這個健康之路 那一個 都是未遲的 好 今天多謝了 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麻煩你了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